杜国的花朵 最帅的芒果 大家好 我就是帅芒果 没错 今天我也来做一期新地图永眠镇 虽然大概可能应该别的作者已经做过了 但是 作为一名专业的水视频作者 我作者 我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一期视频的 如果大家已经看过 了解过的话 那么 不妨再看一次 这个地图呢 之前传闻是室内地图啊 其实感觉也并不是啊 但是这个地图是真理大 有多大呢 反正 比木偶的大就是了 所以不熟悉地图就很容易迷路啊 如果要把这个地图背下来 估计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但是在这个地图呢 也能找到熟悉的影子 就是这个墓地 是不是感觉跟红教堂的墓地很像啊 当然呢 这个地图还加入了很多好玩的元素啊 比如这个电车 无人介绍的电车 在一个不见人烟的小镇 有一辆无人介绍的电车 哇 想想还有些恐怖呢 喂 车转人了 车转人了 快来干呀 丢 碰瓷失败 当然 这个电车还是可以乘坐的 求生者和监管者都可以上车的 跟月亮和公园呢 过山车一样道理 但是这个电车只开一段很短的距离 就会停下来 把你赶下去啊 然后呢 要等十几二十秒才能再上 关键时刻用来转点还是挺不错的 不止这样 这个地图呢 还有一个转点神迹啊 龙卷风 看到这个龙卷风呢 我还以为会对求生者造成伤害的 就像电车撞人一样 结果我一走进去 直接穿越到地图另一边了 哇哦 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穿越通道呀 可能是地图太大了 然后呢 故意弄一个这样的功能来 揭快游戏的进度吧 呃 好啦 看完这个好玩的 有趣的新事物之后 大家肯定很关心 这个地图的地窖点在哪里呢 毕竟这可是关无道求生者的存狼呀 这么大的地图 我猜应该有五个地窖刷新点啊 但是经过我跟木偶连夜接班 啊不对 连夜接班的随着 经过一个多小时累死累活 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最后终于只找到了 三个地窖刷新点 真是绝望呀 大家就将就着看吧 找到的第一个地窖刷新点 在地图的中间部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里是哪里啊 反正前面后面都有门楼 写着什么什么街 那么就简称这里是步行街好了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记住这里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 嘿 那边小哥 上来啊 啊 上来干嘛 嘿 里面有漂亮的XX吗 有啊 有很多XX 有小姐姐啊 这个什么 这个就什么楼啊 啊 多少钱啊 多少钱啊 免费 刚开夜免费 免费 哦 快点 哎哟 啊 我来了 啊 我来了 啊 来啦 哪里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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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小姐姐啊 啊 这边这边 小姐姐在哪里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啊 哦 这个可以啊 哦 这个可以啊 哦 交钱 一个1块钱 一个 太贵了吧 能不能偏一点 那 那给你打个折 打个折 多少折 9千万 是吗 我们俩也是找得很新了呀 还有两个实在是不知道在哪里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找一找 然后回来告诉芒果 还有两个究竟在哪里啊 好吧 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个新地图的 毕竟我人老了 被地图拿呀 这个地图又太大了 哎 好吧 下期见吧 拜拜